老罗自己读书是最大的遗憾 就是没有逃过课 所以一定要在我儿子身上圆这个梦 因此无论是在国内编个理由 还是到澳洲后光明正大的请假 全家一起逃课去周游世界 这种感觉真的很爽 你想肯定是趁旅游淡季去逃课 原本只能玩五天的预算 现在能玩十天 别人家的父母在上班 别人家的孩子在上学 我们全家却在放飞自我 所以我儿子马上要小学毕业上初中了 他非常依依不舍的问我们家领导 照了初中后还会继续请假逃课去玩吗 我们家领导说不会了 因为你已经长大了 可以自己逃课了 如果学校需要签字 你直接拿给我签就行 如果请假去见你女朋友放学 那别忘了早点去 别迟到 别让女孩子等哦 要生事 我家领导怎么能这样教育孩子呢 我觉得还是必须有组织 有纪律的全家逃课比较好 既能促进全家的感情交流 还能继续观察 儿子在社会大学中的表现 我就是一次全家坐游轮 去新西兰的途中 发现我儿子奥斯卡上私下的前置 我们这一代能接受的教育 是时刻准备着 等待机会的到来 可我儿子这一代 早就在无形间学会了 要自己主动去创造机会 今天老罗就和大家聊聊 我儿子是如何在游轮上 自己去创造机会 抽到奖品 我为何又会改变原先的想法 帮他去申请澳洲最好的私校 国际游轮上就是个社会的缩影 游戏厅赌场应有尽有 儿子进不了赌场 但喜欢去游乐厅碰碰运气 看看能不能抽到奖品 我不大愿意陪他去 因为自己这辈子都没抽过 儿子却说不再去争取一下 怎么知道结果呢 我说我就认命吧 让我支持你自己去争取哦 我儿子就自己去争取了 他分为四步骤 第一步是观察 讲的通俗点就是踩点 他一个人选了个角落的位置 观察抽奖的主持人 提供奖品的商家 抽奖的流程等等 第二步是铺垫 在下一次抽奖的前几天 他就天天跑去和那些商家 和主持人打个招呼聊好天 把我的标签 直接从Mr.Lo变成了奥斯卡的爸爸 第三步是准备 抽奖那天 他特地穿了一件很跳的黄色T恤 再披了件外套 早早地来到剧场 挑了个中间的位置 第四步是争取 到抽奖环境时 他在柴下舞动着自己的外套 当主持人开始挑选 第一个抽奖的幸运观众时 儿子奥斯卡就迫不及待 势在必得的站起身 走到座位边的走道上 都这样了 再加上之前和主持人 商家之间都混得这么脸熟了 第一个虚应观众 还好意思拒绝他吗 这件事对我的感触还是蛮大的 老罗的另类教育观 前提是让儿子先做个快乐的普通人 但如果发现他还有能力和潜质 那就必须腾龙换鸟 给他一个更大的成长空间 原来还担心他在澳洲上学能否适应 现在发现他游刃有余 所以当爹的就开始心里膨胀了 想帮他申请澳洲最好的私校 四年前刚到澳洲 一位做私校申请业务的朋友说 澳洲的私校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有钱就能申请到 第二类是必须努力一下 才有可能申请到 第三类是属于那种 想都不要去想的那种 比如Scoach 因为当地人怀孕后 知道自己的孩子是男孩 就会马上准备申请这所私校 老罗之天也没有这个非凤之下 但儿子有了这个前置 为什么不替他去试试呢 梦想一定要有的 否则老了以后拿什么来吹牛呢 赶快关注老罗 明天和大家聊这一系列的终结版 我是如何被另一个戏人中介坑了 五千二笔后 自己动手 为儿子申请到了Scoach的offer 我现在的事情 让我们下个人 在搜索里面中介坑了 我会发现我们下个人 那是个人 不替我 在搜索里面中介坑了 这些人 我会发现我们下个人 没有什么看法 我会发现我们下个人 这些人 有可能是